众所周知 铁威马是一家老牌NAS常商 不过或许是因为常年走专业路线 旗下的NAS产品在圈子中还算出名 但到了圈子外 了解的人就不太多了 尤其是它家自研的TOS系统 系统可以说是NAS的灵魂了 硬件琢磨琢磨还能整一个差不多的出来 系统不下点功夫 NAS真不行 最近呢 铁威马家的TOS6开始内侧了 据说不仅界面全部重新换了 还做了370多箱改进 听起来很不错呀 所以我呢 就从铁威马那儿借来了一台F4-424 Pro 啊 在连续它的同时 也站在一个普通用户的角度 来看看这次全新的TOS6 是不是真的好使 首先是软件参数 铁威马F4-424 Pro 是一款四盘为NAS 整机采用的是一个黑色塑料材质 表面做了磨砂处理 这造型一看就很内敛啊 机器搭载了英特尔13代 i3-N300处理器 8核8线程 最大对平3.8GHz TDP 7W 在不差硬盘的情况下 整机最大功耗只有37W 对一台X86的机器来说 相当极冷了 属于是 机能正面分别是四个硬盘仓 单盘最高支持到22TB 右侧是硬盘指示灯 电源指示灯 取出硬盘托架 可以看到其采用是快材设计 兼容2.5寸硬盘 机身背面从上到下分别是电源键 HDMI接口 USB-C 3.2和USB-A 3.2G口 下边是两个2.5G网口 DC电源插口 右侧还有一个巨大的风扇 以尺寸缓低转速来达到精英的效果 取外尾部的两颗螺丝 推开侧盖 结果看到机器主板 内存是一条单通道 32G DDR5内存 啊 48频率的 不过嘛 NAS用32G内存 怎么想都挺奢侈的 难道是有什么图谋吗 呵呵 等一下说 然后是两个M2插槽 可以自己加装NVMe固态 用来做缓存盘或高速盘 主板下车还可以看到一整块的巨大散热片 啊 是CPU用的被动散热 没有风扇 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U盘 里面装的是TOS的引导 接着我们来出色化系统 装入硬盘 接上线了 开机 稍等片刻就能在路由器后台看到设备了 不过它居然没有主动申报自己的设备名称 设备比较多的话就只能裁IP了 啊 当然也可以下载一个体位码的NAS助手 扫描局域网内的设备 我们打开体位码NAS后台 由于这是一台X86主机 啊 就是个电脑 所以它默认是没有系统的 需要先给它装下系统 点击开始 下一步 普通用户推荐选默认 不过我这里会选字定义 来看它到底有些啥设置 然后会扫描硬盘 下一步 提示会清空硬盘数据 确定 开始安装系统 这里就直接在线安装了 下一步系统就开始安装了 安装完整后会自动刷新页面 这里有个提示 告诉你系统竞用了root账户 并创建了一个超级账户 确定 然后就是设置用户名 密码这些 邮箱可以跳过 同意下用户协议 就来到TOS桌面了 可以看到系统 已经默认帮我们 创建好了存储词 不需要再手动去创建了 同时也指出了 当前系统中存在的一些风险项 接下来我们来更新TOS6 通过再线安装的系统版本是5.1 6.0由于还在公测阶段 所以需要手动安装 打开控制面板 找到系统搓一下 在手动更新这里点一下 弹出了框树选TOS6更新包 打开 接着点击应用 等待设备重启后 网页会自动刷新 来到TOS6的登录界面 输入用户名 密码 即可来到系统首页 不是 你这TOS壁纸位 马老是不是弄只狗 就弄只猫来直咯咯的顶着我呀 换个壁纸线 嗯 这样看起来好多了 然后来看看 TOS6系统用起来怎么样 TOS6的整个菜单 被移动到了上方 右侧是系统监控和通知 点击监控图标 可以查看整个设备的运行状态 上方依次是开始菜单 文件管理 啊 可以查看整个LAS中的文件 不过系统并没有将 程序目录和用户目录 做隔离 所以你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程序目录 和用户文件 都被揉在了一起 对于专业用户 这样更方便 对于小白 不太友好就是了 提供了文件保险项功能 可以对重要数据进行加密 然后第三项 所有应用 如果安装了第三方应用 就会显示在这 第四项 备份 这里边其实是将 LAS上现有的备份软件 集合显示到了这里 比如用于服务器备份的SYNC 又用Mac备份的 时光回溯器备份 适用于云盘同步备份的 CloudSYNC 适用于USB设备的 USB Copy 第五项系统设置 啊 比较多 就挑几样常用的来说了 Sense用户管理 可以创建 并为每个用户 配置权限和存储空间 远程文件夹 可以通过NFS和Samba 挂载其他LAS的文件 并且还可以挂载网盘 应用程序这里 可以设置每个用户 有权限使用哪些应用 文件服务可以开启共享 默认自启用了Samba 可以自己启用FTP和NFS等 然而是远程访问 开启后就能进行内网传透了 传透速度 测了下 用流量从NAS上下载文件到手机 这个速度 看起来还可以吧 然而是存储词 可以在这里创建RAID 硬盘这里可以查看硬盘状态 下边的系统信息 可以查看当前的负载情况 以及程序进程 接着来看应用中心 可以安装一些第三方应用 例如常见的BLEX Transmission 迅雷等 其实它这个系统里边 是预装了很多应用的 不过都是未启用的状态 例如NB 需要我们找到后 手动点一下启用 启用后就可以在应用里边看到了 目前应用中心一共提供了65款应用 设计应用里还有131款 但是我似乎没有找到GitlingFin 不过好在应用中心有提供Docker 所以可以通过容器来装GitlingFin 最后一项菜单是帮助与支持 提供码一直是有提供24小时技术支持的 如果你留意机器侧别 它也贴有这么一个标签 提醒你可以随时获取帮助 在这个客服全是AI的时代 还能有这种服务 也是难能可贵了 最后来聊聊前面挖的坑 虚拟机 TOMA F4 424 Pro 它有32级内存 如果是日常使用 一台NAS 它根本用不着这么多内存 所以啊 这不摆明的是给虚拟机留的吗 在应用中心我们可以看到 TOS6提供的虚拟机为Virtra Box 启动后即可在里面创建虚拟机 N300虽然是一颗低功耗优 但跑Win10那也是没啥问题的 并且由于NAS是24小时开机 这个Win10系统是可以一直开着不关的 这样在里面挂一些服务就非常方便了 不只是Win10 在内存足够的情况下 你还可以创建多个虚拟机 哎 手动我一忘啊 有没有 甚至你还可以在里面装个其他NAS系统 来达成NTR成就 哼哼 想想的觉得爽爽 这X86的机器玩法确实花 那么总结一下 TOS6我觉得目前在异用性方面 其实已经挺OK了 更新了这么多代 比那些所谓的亲NAS系统强多了 对老玩家 这个系统可探索的深度很大 你可以把它玩出花 对新用户 其实我觉得在系统的引导层面 还可以再下点功夫 多做一些功能提示 TOS6目前还在公测 希望在正式版中 它能有更多改进 关于TOS6MF4 Sales Pro这台机器 它的可玩性其实我还没讲完 因为是X86价格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安装 我NAS系统的 啊 你可以把它当一台正常电脑来用 并且发散一下实路 用它装PVE 好像也是可以的啊 它有两个2.5G网口 是不是也可以跑跑OpenWRT呢 万五解渴 all in one啊 对这台机器 我只有一个槽点 啊 准确的说是对于现金的 所有NAS 我都有一个呼吁改进的点 那就是你们能不能 内置一个UPS啊 不需要多大 能够撑住5分钟让我正常关机就好了 内置一个微型UPS 真的增加不了多少成本和体积 我建议所有NAS都内置这玩意儿 真的很需要 那好吧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孟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